行动党昨天晚上揭晓四名雪州国席候选人 所有选区的战将阵容大洗牌 那当中原任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确定不上阵之后 交由原任的蒲总国会议员戈宾兴转战白沙罗 而原任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银则会出战蒲总 那尽管行动党曾经多次劝请潘检伟再战大选 奈何当事人铁了心要暂离政治前线 行动党员任白沙罗国会议员潘检伟打破换选区的传闻 正式宣布退选 他昨晚在白沙罗国籍筹款晚宴上向选民告别时透露 行动党党魁曾劝说他打消念头 但是他去意已决 决定今后以不同角色为党目标注一臂之力 如果西蒙赢得政权 他也会为政府献力 然而台下支持者对于潘检伟的决定 感到错愕 感到错愕 在2018年全国大选寻求二度蝉联的潘检伟在白沙罗国席 已超过十万张多数票创下选举史上之罪 这届大选行动党全国疏离主席先援任蒲总国会议员戈冰心将接替潘检伟捍卫白沙罗国席 而原认柔佛巴基里国会议员杨美银也重返雪州出战蒲总国席 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强调 潘检伟退选和行动党中委改选结果无关 而是当事人从政15年已经感到疲惫 向往退居幕后 另外随着原认议员王建民赞别政坛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的政治秘书谢锐瞻将以新兵私态捍卫万宜国席 这个牌证也显示被标签为华人政党的行动党 试图力争马来人支持 我们也应该领导保护卫白沙罗国 以为DNP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团 以为DNP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团 我认为我相信 我会继续持续持续持续 我会做到我都可以 去确认DNP是所有国家的选择 陆兆福也宣布 雪州行政议员兼哥达哥文宁区州议员 甘纳巴迪劳竞选巴胜国席 换句话说 获得不少人挽留的原认议员查尔斯 确定被淘汰 至于目前悬而未决的单容加弄国席 陆兆福透露 行动党还在和青年党协商 由哪个政党出战 八度空街 红美龄 巴达龄在野报道 evet 118百年党 8百年党 阪陆兆福内 团队 Tarback 证划 5百年党 xe 0000 正